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是维分的定义 这个都要好好学 它都有考题 再一个就是这一讲的核心了 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打多少星呢 这个一个星不够的 那我们一样就double star triple star 三个星最重要的了 这部分内容的话呢 主要由这样一些组成 那么它涉及到四字运算 涉及到大家知道啊 这就是加减乘除求导 这个涉及到分段函数的导数 这涉及到佛函数求导 以及微分形式不变 再来第四个问题 涉及到反函数的导数问题 第五个是参数方向求导 第六个是隐函数求导 第七个是对数求导法 第八个密质函数 第九个高阶导数 第十个变现积分求导 我们一共有十大提醒 这个很好记得啊 你就这个是必须要 一条下来搞清楚 没有什么重点非重点啊 全是重点 一条一条学 四字运算分段函数 佛函数反函数 参数方程 隐函数 对手求导法 密质函数求导 高阶导数 以及变现积分求导 最后一个呢 是基本求导公式 这个为什么放最后呢 我两个逻辑了 第一个 我们可以整个学完之后呢 做总结 第二个呢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最开头 把基本求的公式搞清楚 然后呢 我们分门别类的 来进行这个计算 这部分内容 它不能说单独考题 是多少分 五分会有 或者是十二分的题 也有可能有 但是这个内容啊 它会整个微分学的基础啊 从你们想想看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吧 你微分是要考 求导作为整个的 这个奠基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好 整个的十大方面的 求导计算 这个是我们整个 这一讲的 这个基础知识结构 这一讲的特色 非常明显了 先把概念给我学懂它 然后就是认认真真 练计算 一定要把计算 练到炉火纯青 登峰造极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